上一期说了凯门厄偷袭巨塔反而惨遭巨塔反杀的精彩视频 今天这一期来讲讲鳄鱼的另一个天敌美洲豹 您知道美洲豹有多么恐怖吗 它能一招锁猴鳄鱼一分钟解决战斗 比巨塔更让鳄鱼闻风丧胆犹如噩梦般存在 让我们来看看这对杀手之间的对决 在南美洲的一个水域 一只嗷嗷待哺的美洲豹正在岸边搜索猎物 一只鳄鱼正在上游休息 它闭上眼睛悠然自得懒洋洋地浮在水面上 随河流而息 这时美洲豹发现了它 觉得机会来了 跑到下游潜伏在岸边等待鳄鱼的到来 这时鳄鱼正享受随流而息的快乐 完全不知道自己处于危险之中 美洲豹看到鳄鱼已经进入了自己的猎杀范围 抓住时机纵身一跳 叮咚一声美洲豹一头扎进河里 顿时河里波澜起伏水花四起 正当我们以为如何时候 美洲豹凭借它的快 准 狠的技巧 已经将鳄鱼拖出水面 虽然鳄鱼还在挣扎 但这一起不了任何作用 鳄鱼已经被美洲豹死死地咬住了喉咙 美洲豹有四个无比锋利的牙齿 能够顷刻间刺穿任何猎物的骨头 咬力可达五百五十公斤 即使皮粗肉厚的鳄鱼只要被它咬住 也能轻松被咬碎骨头 所以现在鳄鱼恐怕是奄奄一息了 整个战斗过程不到一分钟 最终被强悍的美洲豹拖上岸 美洲豹终于可以每每饱餐一顿了 看完上面的这段精彩视频 想必你已经对美洲豹的攻击力有了一定了解 然而在水域的另一边 再次刷新了对美洲豹的认知 一只鳄鱼正躺在河中间的沙滩上晒太阳 岸边一只激火稍长的美洲豹 早已盯上了它正一步一步地在靠近 美洲豹全身长满花纹 从外观看长得很像豹 但体型更像虎 所以又被叫美洲豹 平均体重为98千克 肌肉结实擅长游泳 而且一旦锁定猎物 就会想尽一切办法猎杀猎物 这时美洲豹悄悄地潜入水中 悄无声息地靠近鳄鱼 悠闲自得的鳄鱼 茫然不知危险正在靠近 这时已经进入攻击范围 美洲豹一跃而起 冲出水面 一口咬住了鳄鱼的颈部 而此时 鳄鱼才意识到危险 但为时已晚 一旦被美洲豹咬住 不会再给任何反抗的机会 等待的将是死亡 看到这里 大家对美洲豹有了更多的认识 那如今美洲豹的现状怎么样呢 因人类不停偷猎 美洲豹皮毛 用来制作各种服装等 还不断砍伐森林等原因 导致美洲豹的栖息地急剧缩小 郭利维亚甚至允许捕杀美洲豹 并作为奖品 甚至可以出售 这导致全球美洲豹 一共仅有1.8万多只 美洲豹已经临近宾威 这应该值得我们警醒和重视 防止让它成为宾威物种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欢迎您在下方评论留言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我是老谭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您点点关注 或者长按点赞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